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入1.6 就是Android的这个View的对象 那么我们重点在谈它的组合 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铅笔 我们画在这里好了 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铅笔 那么铅笔呢是一种类别 OK 那我们上一个回合呢有提到呢 这一个分文别类 所以铅笔呢 就可分成很多种类了 分成是自动化 自动铅笔 这是一般的铅笔 然后呢还会有分类 其他的铅笔 OK 那你看这里有一个ViewGroup 如果View是铅笔 那么ViewGroup呢就是铅笔盒 一谈到Groop的话就想到铅笔盒 ViewGroup呢就想到盒子 那ViewGroup就是铅笔盒 所以意味着这个Groop里头呢 这个ViewGroup里头呢 含有View 那这个View呢就是Button ImageButton 这些都是类似铅笔 然后呢ViewGroup叫做铅笔盒 所以呢 这里头呢 我们就会有这一个 叫做这个铅笔盒 Pencil 的Box 好了 铅笔盒 这叫盒子 那铅笔盒呢 那我们就来看 铅笔盒跟铅笔之间是什么关系 用一个菱形 类似这里的 跟这个是一样的 跟这里有菱形 那这个叫铅笔盒 那铅笔盒包含 就是含有 含有铅笔 铅笔盒 含有铅笔 然后这个呢 叫做自动化铅笔 或者一般的铅笔 所以叫ImageView 前面加一个行动词 OK 所以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到 这个就想到铅笔盒 那铅笔盒呢 跟铅笔什么关系 就这样子 这边 就这个 星星表示多 0到多 就是可以包含很多个铅笔 所以呢 这边再写一个0 一直到星号 表示呢 铅笔盒里头可以0支铅笔 就是没铅笔 铅笔盒里头呢 也可以包含很多支铅笔 那这就是铅笔盒 跟铅笔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包含的关系 OK 所以这个view textview imageview 这个是就是这边 就铅笔盒 然后呢 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铅笔的体系 这边叫铅笔盒 然后再来就剩下 这一个 这个view group呢 这个铅笔盒呢 我们如果这边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菱形 而且指向自己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表示呢 这一个 盒子里头可以装 另外一个盒子 就盒子里头含有小盒子 所以叫做大盒子包小盒子 像俄罗斯的娃娃 这样一个套一个 一个套一个 像这一个 这个 像台湾的小吃很有名的 叫做大饼包小饼 那 大饼 里头放个小饼 那这就是 假如说 一个饼可以放N个小饼 那你这边就写 0到新号咯 表示呢 一个 一个盒子里头可以装 0个盒子 也可以装N个盒子 OK 那这个盒子里头可以装盒子 又可以装铅笔 所以可能有 一个盒子 这样子 里头装一个小的盒子 里头要装了两支铅笔 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盒子呢 又可以包在另外一个大盒子里头 另外一个大盒子呢 又有 加了几支铅笔 所以它的组织结构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这个大盒子包小盒子 表现在这个菱形上 然后呢 这个菱形说明呢 盒子里头可以装铅笔 可以装铅笔 所以呢 所以这一条线呢 这条线意味着 这里还有一条 这样子 这叫自己包自己 自己包自己 OK 好 那现在 我一个比较 大家比较不习惯的 就是 为什么 这边会跑出 这个东西出来 就知道这个 这个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继承的结构关系呢 好 那我们再来说明一下 好 我们今天换另外一个 换另外一个 来说明 好 那 这边有一个 类别呢 叫做三角形 三角图好了 好 三角图 就三角 三角形的 好 那 现在这边有 一个叫做线图 线图 线图 这是三角图 这是线图 对不对 那三角 三角图呢 里头呢 包含三条线 所以呢 这里用这个 菱形来表示 这里写一个 三 表示呢 三角图里头 一定有三条线 包含三条线 对不对 这样子 那包含三条线 好 那现在 啊 三角图自己还可以包含一个三角图 啊 这个是菱形 可以包自己 所以呢 这个三角图又可以包三角图 啊 所以这个 啊 三角形里头又可以有小三角形 对不对 啊 这样子 好啦 那我们现在 啊 就把这个来做抽象 啊 抽象的意思就是 抽出共同的现象 也就是要找出 像我们上一个回合说 这个球鞋 还有这一个 啊 慢跑鞋 所以可以变 可以抽象出来 一个鞋子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回忆一下咯 这个 这个 所以我们从这个慢球 网球鞋 跟篮球鞋呢 可以抽出这个 啊 变球鞋 然后呢 这个慢跑鞋跟球鞋呢 要可以把这个 共通的含义 把它抽上来 变成鞋子 有没有 变成鞋子 所以就变成这个继承关系咯 他就变成负子类的关系咯 好 那了解这个我们再回来 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位置来咯 好 再回到我们的三角图咯 好 那这个三角图呢 既然是图 这个线图呢 跟三角图都是图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抽向上来 变成这个几何图 或者是 就写一个图好了 把图抽上来 一抽上来之后 它就变成它的 这个 父子关系咯 因为它是 AKO嘛 就是一种 线图是一种图 所以叫做AKO 所以 是父子的关系 那三角图也是图了一种 对不对 是图了一种 好 那继承这个关系呢 好 那现在 它包含自己 又包含线图 对不对 所以 这样的一个包含的关系 也被抽上去了 对 因为 无论它跟它 对于它来讲 都是包含的关系 所以呢 把这个关系把它抽上去 把它抽上去 就变成这种关系了 变成这个 变成这种关系 因此呢 就得出来了 这个 Image View 跟 View Group 它是三角图 它是线图 它是点 比如说 这是点 这是点 这是线 这是三角 结果呢 这三种都是图 虽然它包含它 虽然它包含它 其实它也是图 它也是图 因此呢 就把图 把它弄上来 所以就变成这个结构 那弄上来之后呢 就是 这个 它会包含自己 三角包含自己 三角又包含它 它会包含它 因此就把这两个 也把它抽上去 就变成这一条啦 OK 就变成这一条 所以 这个时候呢 你要从这个 三角图跟线图的角度 然后 因为它是抽象出来的 所以抽出来之后 就变成这种结构 那就是 无论三角图 线图或点图 都是一种图 OK 所以变成 铅笔跟铅笔 铅笔 铅笔跟铅笔盒 都是一种 这边就讲不出来啦 因为铅笔跟铅笔盒 的确是 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就比较不适合 就是这个图呢 铅笔盒跟铅笔 就不适合 把它组合成这样子 但是 三角图跟线图 它就很容易抽出一个图出来 OK 所以呢 这个view group 也是一个view 比如说 这个一盏灯 那 这个三盏灯组合出来 也是一盏灯 对不对 这叫做 灯嘛 叫做组合的 这个灯 所以组合的灯 也是一种灯 那没有 单独的灯 也是一种灯 OK 所以呢 这个三角图呢 是组合的图 也是一种图 那单独的图呢 也是一种图 所以呢 就变成有继承的关系 继承的关系 继承的关系呢 再把这个组合包含的关系 把它抽向上来 就变这个图了 所以呢 我想 这个图是在说明 也从这个例子 让你了解 这个概念 就是说 在上一个小回合呢 可能到最后 你这个图呢 到现在还是有看没有懂 OK 那这个你要怎么看呢 还是一样 用这个三角图来协助你 去能够理解 这是一个三角图 对不对 然后这是一个线图 然后这是一个图 是一个图 所以呢 三角图跟线图都是一种图 OK 那只是 这是一个组合图 所以再把它 再把它 再把它 想成这是组合 这是组合图 那么组合图呢 也是一种图 OK 所以叫composite 就是组合图 也是一种图 那线图也是一种图 再来你可能再加一个叫点图 点 然后 它也是 它是 它是 记成它 对不对 所以呢 组合图呢 就可以包含图 那这三种都可以 所以组合图自己可以包组合图 又可以包线图 又可以包点图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以三角图来讲 这个三角图呢 又可以包含三角图 对不对 又可以包含线图 又可以包含点图 OK 这样 然后这个 这个小三角形 又可以包含小三角形 对不对 等等的 它的结果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这个图的时候 就用三角图跟线图跟点图 来协助你思考 那上面这个就是一个图 上面就是一个图 OK 那它就是 这个大包小 大包小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小的 然后自己还可以包自己 就三角形可以包三角形 三角形又可以包线图 三角形又可以包点图 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 在这个图当中 这个图当中呢 你又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什么结构 你把这个大图小 三角形把它分成ABC好了 这A 中间的三角形C B B 这个最小的三角形是C 结果呢 你就可以看出来 一个三角形叫A 然后 这个三角形叫A里头 包含 一个三角形 叫B 有没有 一个大的A 里头包含一个B 然后再包含一条线 再包含一个点 有没有看出来 好 就变成 这本身就是一个树杖结构了 你看把它变成这种结构 所以大的A 里头包含三个东西 一个是B 三角形 一个 一条线 一个点 好 那这个B 你看这个B里头呢 又包含了 里头又含一个三角形叫C OK 所以就变成一个 树杖结构了 变成树杖结构 所以这树杖结构呢 就是我们 上一回合谈的 这个结构 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结构 有没有 这个是 等于是 这个是三角形 这是大三角形 然后呢 这是大三角形A 这是小三角形B 这是更小的三角形叫C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A里头是有一个三角形加一条线 叫线图 然后呢 B这三角形里头 假设又可以增加一个线图 对不对 然后这灯笋里头呢 假设它是 这个灯帽 这个不一样 线图 OK 没问题 然后这边是点图 假设 然后这边也是点图 结果呢 我们把它画成一个几何 就是一个 就是A 然后呢 里头有一条线 加上一个三角形叫B 对不对 那B里头呢 有一个小三角形 叫C 包含一个C 除了C之外 还有一个 一条线 那 然后C里头呢 有两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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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 以这一个 啊 这种 空间来看 它变成是这样的结构 那事实上 在这一个 我们另外一个角度 可以变成一个 看成是一个树上结构 OK 那这里就是在 谈这个 啊 这个图呢 其实就是 把它抽象上来的结果 啊 就是 把这个圖线圖 三角圖抽象上来 抽象上来 OK 所以抽象上来之后 就变成大包小了 因为 大的包自己 它可以一直包自己 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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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包小的 OK 那自己又可以包自己 所以就变成一个 这个树上结构体 哦 好 那这个图收明的 textview 跟imageview 都是 一个leaf leaf就是 它没有在 没有在包别人啦 这leaf呢 就是 啊 像这个都是leaf 它就没有三角形啦 没有这个菱形 表示它不包别人啦 而viewgroup呢 是属于composite类 就是这一个铅笔盒的 那它属于盒子类 啊 就是属于盒子类 对不对 然后就是属于铅笔盒类 啊 铅笔类 啊 这样子 这个是组合图 然后 啊 这个是属于 属于 啊 一般的图 那这个是属于组合的 啊 组合的图 啊 所以这组合的 可以包含呢 leaf 可以包含自己 啊 就是这个 这个三角图呢 它可以 包含自己 啊 所以 大三角包小三角 那又可以包含线图 啊 所以这个线图点图呢 就是这个 它属于leaf 它没有包别人 那这个呢 属于可以包别人的 那又可以包自己的 所以它可以包leaf呢 又可以包自己 啊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把它调整 它的位置 我们把viewbook抓过来 对不对 抓过来 所以这个还在 啊 viewgroup 那铅笔盒 装铅笔 啊 装这个各式各样的 还在 然后呢 啊 就是灯 这是一个组合灯 组合灯 包含 很多小灯 啊 就是 单独的灯 啊 单独的灯 所以组合灯 包含单独的灯 OK 啊 那组合灯也是一种灯 单独的灯 也是一种灯 所以这个 都很合理啦 如果这边 把它看成是灯的话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啦 这是小灯 啊 A 这是 小A 这是 小B 小B 然后 这是组合灯 所以组合灯也是一种灯 对不对 所以它是负类 它是子类 那 组合灯可以包含 这个自己 所以 包含 任何灯的小孩 对不对 它的子类 对象都可以包含 所以组合灯 可以包含自己的组合灯 也可以包含小A灯 有小B灯 OK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 TestView 来讲这个TestView 是View的一个子类 这种负子关系 叫做组成关系 叫Inherit 也就是 子类会组成负类的 这个关系 跟它的行为 就是 像这个关系呢 这个组合灯跟灯的关系 它会把它组成下来 所以呢 这一个可以包含 这个 可以包含这个 所以这条线 叫In' 这一条 就意味着 这一条也成立 所以呢 这一条就可以不用写出来 就知道了 它 这个可以继承下来 对不对 所以它继承了这个负类的关系 就继承了 这个 这个组合关系 这个组合关系 OK 例如吗 View Group的对象 与这个View的对象之间有继合关系 就在讲这个 View Group呢 跟View之间有这个组合的关系 所以呢 Text View呢 对象跟Image View 对象都会继承的 所以呢 这个关系 都会被这两个继承下来 所以继承下来就被这一条 继承下来呢 它又包含它 有没有 那这两条呢 都是从这里继承下来的 所以呢 这个View Group跟View之间的继合关系 还有这边的 都继承的这两项关系 所以View Group的对象 与Text View的对象 也有继合关系 所以 View Group的对象跟Text View 也有这个组合的关系 OK 它就把它继承下来 同样的 这里被继承下来到Image View OK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既然这个 灯的部分可以分类 那组合灯也可以分类啊 就是 刚刚那个铅笔盒呢 在这里 就说这个铅笔盒呢 这边是把铅笔可以分类 那我们铅笔盒也可以分类啊 对不对 铅笔盒也可以分很多种类啊 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组合灯也可以分类 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组合灯呢 也可以分类 因此就得到这个关系了 你看 这个 这是View 然后 越加越多 View包含的Text View Image View Image View 又分成Image Button 还有Button Edit Text 这个小类 所以这是父子关系 父子关系 然后呢 重点是这个View Group呢 也有它的子类 View Group 组合灯也分成 叫做圆形组合灯 富贵组合灯 平安组合灯 等等的 好 是 这里叫做 View Group呢 又分成很多小类 这个可以分成很多小类 好 这样子 像Linear Layout Relative Layout 等等都是它的小类 好 也就铅笔盒 也可以分很多种 对不对 圆形铅笔盒 这个 太空型铅笔盒 等等的 那铅笔也可以分类 好 所以呢 这里在讲的就是 这边也可以做分类 所以View Group呢 以View两个类之间的组合关系 都被 主身类别所继承的 那View Group像 车子 Linear Layout 像摩托车 就是 然后 就是这样 它把它分类 View Group像车子 这摩托车 卡车 OK 如果Image View像车灯 那么 这个Image Button 如果Image View 像车灯 那这个就 煞车灯 有没有 它比较小类 比较小类 如果Test View像轮子 那Edit View呢 就像前轮 所以这个比较大 轮子 这前轮比较像 OK 所以 Linear Layout 对Edit Button Image 都既有这个组合的关系 因为Linear Layout呢 它继承的View Group的关系 所以Linear Layout 都可以 把这个继承下来 然后这个关系 又被它继承下来 所以Linear Layout 对它来讲 也是一个组合关系 因为它继承的0型 因为它继承的0型 那么它这一边是继承的这个 所以也是0到无限大到无限多个 是这样子的 它被继承下来 OK 因此呢 它就等于是把这继承下来 所以Linear Layout 就可以包含 Image Button 也可以包含Button 也包含Edit Button 就是所有的View体系的 都可以被包含进来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从这个图来看 对不对 就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是 有Linear Layout 来包含这些东西 因为Linear Layout呢 它继承的View Group的东西 它是从这边继承下来 把这个继承下来 然后这边呢 都把这个继承下来 所以这些都是成立的 OK 好 那么 在Android里头 已经提供的这些类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它 可以把它视为这个G类 或者是Full类 然后进行了写子类 的一个动作 随子类的一个动作 OK 那我们 待会就来看一个Android的一个实际 范例 代码的范例 让你了解 这个在代码上面 怎么表达呢 这一个 刚刚所说过的 这样的一个 大饼包小饼的结构 大饼包小饼的结构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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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